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五年级健康教育 你我何处来 为什么人类一定要繁年后代呢? 人类可以繁殖,这样才能够确保下一代的元序 男女生殖器官在人类繁年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男性生殖器官包括 阴经,阴囊,膏丸,腹膏,肃膏,肃筋管 女性生殖器官包括 阴道,子宫颈,子宫,肃软管,软巢 现在,我们来看看生命从无到有 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宝宝的生命最初的起点 从一颗受精卵开始 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接触后 如果有一颗精子成功到达输卵管并钻进卵子的外膜 就会使卵子受精 受精卵慢慢地在子宫内就会形成一个宝宝 这个时候的宝宝就像蝌蚪一样 身体,眼睛和内脏都还没有完全发育 到了25周这个阶段 胎儿,胎儿的头部和身体大小 从整体来看,与新生儿已经相差无几 胎儿身体开始发胖 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新生儿 大多数的胎儿都将在运40周诞生 提前两周或推迟两周都是正常的 但如果推迟两周后还没有临产迹象 那就需要采取摧残等措施 尽快生下胎儿 否则胎儿太迟诞生也会有危险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几张图片 认生第二个月 认生第三个月 认生第四个月 认生第五个月 认生第六个月 认生第七个月 认生第八个月 认生第九个月 认生第十个月 认生第十个月 宝宝就出生了 好,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学习快 加油,拜拜 加油,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